面对巴尔托宁 把这球找到了张宁 再把一个 哦又有 今天状态确实好 欢迎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2019年中美大学生篮球邀请赛 也就是2019年PAC12的赛季揭幕战的热身赛的比赛 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 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来对上北大跟苏大连队的比赛 你们首先来看 这边的24号格雷尔姆处在一个跳球的位置上 比赛开始啊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这边非常快地进入到状态 林米马丁这是球队的核心空位 而他们的格雷尔姆呢 原本可能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列啊 但是这边连续得分了 张宁做出了回应 像刚才所说的张宁这个打法 包括他的性格就是比较 大的比赛集3D来说啊 其实对于整个球队的帮助非常大 没错 他以前其实是打四号位或者五号位 但进入大学之后呢 慢慢的转型做三号位 而且呢 之前就是在这场比赛场的表现 哦 险些让对方获得正确的机会 这边空气 张宁 意识不错 再给马尊宇 而张宁被贴得非常紧 面对劳伦斯选择王里莎 打板得手 呃 两个人的身材啊 你可以说是互报吧 嗯 艾德华兹 他在上个赛季的三分命中里37.5% 这是在NCWA的正赛当中啊 那此时张宁也是平凡站出来 来为球队蓄上火力 十分的分差 连续两次突到内线 对上来的华兹 又是张宁直接拔 呦 张宁的个人能力啊 确实是强啊 还是张宁来做这个工作 施衣上来做一个掩护 张宁一直在挡人 张宁拔起来 三加一 呃 张宁就是有这种自信啊 也有这种实力能够在这种关键时刻去投出这种不可思议的球 这球其实是跟对方打了名牌啊 就是我利用掩护要拔三分 看你怎么防 面对华尔托宁把这球找到了张宁 再拔一个 哦 又有 今天状态确实好 是 再看一下张宁这个球 更高一点 再给张宁拔一个 啊 又做到了对手的犯规 那这时候把晴旭扬和周明镇换下来 基本上是要打这个阵容里面最强的进攻点啊 没错 基本上都是换上来了